哈喽你好我是洪耀 哈喽你好我是Kelvin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新闻呢是 马来西亚就是首相安华正式的去宣布 我们会从这个印度进口这个鸡蛋 去解决这个鸡蛋黄的问题 每一天大概会进口200万粒到1000万粒鸡蛋 那这个新闻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我们今天想要从商业的视角去分析 为什么政府宁愿从外国进口 这个相对来讲比较贵的鸡蛋 因为平均价格是五毛钱一粒50cent 那他宁愿进口比较贵的鸡蛋 让人民买贵蛋都不要把这个鸡蛋 从统制品的名单里面栽出 让这个本地市场的这个鸡蛋 能够自由浮动价格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新闻 是是其实鸡蛋这个议题 真的是吵了好久好久 从这个首相安华一上任之后 就叫这个马萨布 马上给我降这个鸡蛋价格 然后一直纷扰到现在 有很多的一些建议 包括说要取消铜制品的价格 让更多的这个鸡蛋的农商 能够赚钱 然后随着这个市场的价格浮动 等等等等 到现在就是决定说 铜制品的价格 怎么样都不会被废除 但是我们愿意进口这个鸡蛋 像Kelvin讲的 真的是很纳闷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 为什么 或是说 为什么不可以双管齐下呢 就是统市名价格也取消掉 然后外国也进口 来 好问题 告诉大家 其实如果从怎么说呢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 安华这样子做 我告诉你 其实是为了保证券 你信吗 听起来有点遥远 对不对那个距离 OK 我跟你讲 就是你看啊 鸡蛋啊 其实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 买不到鸡蛋 那我吃牛肉 那我吃其他的肉 羊肉 这些就是有钱人不知道 穷人的那一个辛苦 对不对 那疾苦 对 那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鸡蛋啊 其实是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 如果你要获取这个蛋白质营养啊 它是最便宜 最廉价 或者是说最方便的一种 摄取的方法 也是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说 就是有很多这个B40群体啊 他们获取营养的主要来源 就是这个鸡蛋 那政府哦 如果贸贸然的 让鸡蛋把 价格浮动 对 让它价格浮动哦 它会引起很大的这个民生问题 那民生问题 如果越演越烈啊 到最后就会反映在选票 我们都知道 接下来可能 三四个月内 或者最长六个月内 就会举行周选嘛 周选 应该是三个州的周选局 没错 槟城 雪兰儿 还有盛美兰 对 在这种情况下来说 槟城什么 槟城跟雪兰儿 可能相对比较稳 但是这个 Negary Sambilan呢 它可能是一个摇摆州 对不对 那西蒙 肯定不想失去这个州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 你会看到安华 就是宁愿哦 去进口鸡蛋 解决这个鸡蛋荒 就是你买不到蛋吗 我现在给你买到 对不对 他都不敢 去让这个价格 鸡蛋的价格 去自由浮动 因为一旦那个价格上涨 其实那个 心理冲击会很明显 你想一想 如果今天是石油价格浮动 你会被封掉 会啊 一样的道理 就是石油可能是我们这些中产家庭 可能比较明显 开车的 对 就是也是全 全部人都会感觉到 也是要打油的吗 对 可是那 价么多的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 对不对 但是鸡蛋哦 对它来讲是自己的冲击哦 你想一想 如果现在那个鸡蛋是40cent 如果让它自由浮动 可能起到去60cent 甚至是70cent 那起一倍啊 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来讲 选民就会讲 可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是进口蛋的话 比如讲 进口蛋也是比较贵嘛 对 现在卖多少钱 现在鸡蛋 那天我去这个超级市场 整排啊 那个鸡蛋啊 空啊 就只剩下一种蛋 就是那种甘膨蛋 哦 10粒啊 一盒 8块钱 10粒一盒 8毛钱 8毛钱一粒 对 假设说你从外国进口 5毛钱一粒 对不对 对 那就是只赚3毛 还没有扣出成本 呃 这个他们赚多少 我们当然不知道了 对不对 但是那8毛钱一粒的鸡蛋 那是 呃 那种是贵蛋啊 就不收统制品管制的 没有 我好奇的是 你看进口蛋 一定是比较贵的嘛 对不对 你刚刚有说是5毛 平均价5毛 政府有说 这样子其实真的能够解决吗 就或是说 有人会有动力 从外国进口蛋进来 如果假设说 我只能够卖6毛的话 或是8毛的话 其实 怎么说呢 就是 所以我说 他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好笑 他解决的这一个问题 其实是你买不到蛋的问题 至少政府表面上看起来 给你知道 鸡蛋是有的 只不过你如果你不想买 你可以不要买 但是你不能够说 政府没有去管控鸡蛋价格 你懂我意思 因为这个鸡蛋 就是本地的鸡蛋的那个价钱 还是维持在那个 进口蛋的价格 就可以给他去比较高 相对来讲会比较高一点点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动作 最起码 他可能可以让那种 有钱人你就去买进口蛋了 对 然后就剩比较多的本地蛋 便宜蛋给那些 没错 V40群体 当然也是不够的 要说有帮助 很像也没有 但是要说完全没有 又不至于这样的感觉 就有一点点的鸡肋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你能够看到 超级市场上有鸡蛋 但是对于那些V40 就是真正需要到 便宜蛋的那一些群体来说 其实还是很贵 了解 但是他又不会把这个怨气 发泄在这个政府身上 因为政府已经告诉 多少有一些形式上的作用了 没错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 维持他的那个选票 我觉得 其实不够话说回来 我觉得针对这个V40的群体 确实安华政府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注意 包括Calvin 其实现在国盟 除了是我们最近有提到的 一直打宗教牌跟宗族牌之外 其实他们其中的一个人 叫做汪塞夫 他有不断的去施压政府 要做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要提款EPF OK 因为这个政策 其实是在MCO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母育定开始 就让很多人去提EPF 当然我们知道说 理性来讲 你提EPF EPF写的是什么 是你的退休金 你现在提了就意味着说 未来可能20年30年 有一群的老人 他们根本就不够那笔钱来退休 换言之 是没有资格退休 对 但是这个方法对很多 特别是马来群体 V40 他们真的很需要这笔钱 所以万塞夫 其实一直在push西蒙政府说 要继续给大家去提款 其实这个东西是 也看得出国盟的策略 他就是想要用这个民生课题 现在已经有宗教 种族 多一个就是民生 对 不断不断的逼近 然后给这个西蒙政府 或是说这个联合政府 一直讲西蒙政府讲错了 现在叫联合政府 或是团结政府 相当巨大的压力 我觉得这个维度 就是可能联合政府 或是说安华 他做这个鸡蛋的举措 非常小心的其中一个原因 没错 因为他一不措 可能就会不不措 被这个国盟抓住 这个小辫子 疯狂的踩 你看像我们上一期 那个影片讲的 就是连领带这些事情 他们都可以拿来讲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来讲 更何况是鸡蛋 每一天你都要吃东西 国盟还不踩死你 对不对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针对 这个鸡蛋的分享 就是鸡蛋它看似很小 但是它的的确确影响民生 民生直接反映在选票 而选票会导致 这个团结政府的 这个州政权可能会不保 因为接下来还有州选 好 那今天就是我们的分析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跟订阅我们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接下来的每一支影片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